说实话我也欣赏他 他是我花了十八年的心血 培养出来的 如果有可能 我还希望他重新站在我的身边 他的能力和诞识 是领导我们家族的不二人选 只可惜他赞出了罪 我告诉你这一切 可以说跟你有关 也可以跟你无关 因为我知道 你遭受了太多的苦难 你可以选择离开 我给你选择自由的权利 走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去美国受讯的时候 有人告诉我说 我是爱心居乐运水 大清朝苏景皇的第七个女儿 是我夏琳让人告诉你的 是希望你永远不要忘了 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你如何证明我是苏景皇的女儿 我知道你有太多的疑惑 但不要再问了 除非你已经做好了选择 留在我的身边 否则 当我告知你全部真相时 你就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 到那时候 你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你想好了吗 武昌 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收拾好了 李宗盛 收拾 Layer 只要 让人转 能不能努力 惊我 您们 没有返回 这是慧子特意为你准备的 他说等你回来 还有好多话想要和你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是说姐姐等我回来 有好多话想跟我说吗 我现在回来了 你能替他告诉我吗 哥哥 我求你了 告诉我 慧子爷是刚刚知道的 你现在唯一要做的 就是要盯进古证一届的一举一动 无论如何 都要保证华相语的安全 为什么 他又不是日本人 他又不为我们日本人效力 因为你也不是日本人 你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 我也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 都是因为身不由己 都是因为我们身负使命 都是因为我们身负使命 不可能 我从小是在日本长大的 我从小是在日本长大的 你听清楚 我们的父母都是被日本人杀的 我们是上官家族的后人 是义父保护了我们 躲避了日本人的追射 并且抚养我们长大成人 你是上官家族的后人 那我呢 我不是苏继王的女儿对吗 哥哥 我是谁 我是哪个家族的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你的身份真能以赴告诉你 我说得先过多了 是 校长 美国人改变了行程安排 他们要求在昆明见面 重庆的安保 我们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但美国人认为 现在的重庆 比任何地方都危险 日本已经派人在重庆布局 破坏这次中美会台 共产党也是胡思丹丹 应该已经行动了 你太低估美国人的情报部门了 是 你听好 嗯 无论如何 你要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完成 并且保证美方代表的安全 是 请校长放心 你明白这次会谈的意义吧 明白 会谈地点 改到昆明 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五年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 苏联红军战士 把胜利的红旗 插上了帝国国会大厦的圆顶上 下午三十三十分 下午三十三十分 希特勒在地下室 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开枪刺杀 希特勒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历史无情地把希特勒 永远定在耻辱柱上 看来 尚关于是弃子 每个弃子都有他的佳机 开放机的时候 不必有任何犹豫 好 九四一二 扬州机械 股价四块二毛一 四五三一 同服商贸 股价两块两毛二 八七二三 中华国贸 股价六块八毛二 喂 陈处长 今天晚上喝一杯吧 有空吗 随时有空 去哪儿 去你家吧 好啊 下班后坐我的车还是 不用 不用 你先回家 我今晚跟郝酒 随后就到 好 德国刚刚在柏林签订了 无条件投降书 我估计过不了多久 日本人也要撤出中国 到时候 国共必有一战 这一天我们已经等了 很多年了 只有让国民政府和中共 势均力敌地对抗 我们才有生存的可能 只有让中国 回到军阀混战的年代 我们才有东山灾起的机会 美国会谈代表 很快就会抵挡革命 这次我们也接着日本人的手 刺杀美国会谈代表 破坏这次会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下估订 点赞 订阅 我们下估计 按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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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选 选择亲情 花香雨会站在你的对立面 她做不到 选择爱情 去割舍她一直在寻找 而刚刚找到的父亲 她也不是那样绝情的人 我认为 她会极力想要做到两者坚固 于思 是亲情与爱情的选择 但还有信仰和争议 这是立场问题 不可能两者坚固 所以最终 她会选择伤害自己 如果是我 我也会这么做 我也会这么做 她会选择 她在下的宝宝 我一直在想要做 我并不想要做 我会更多的 我会更多的 我心里会 是在本身之间 她会惹 她会选择 我梦 我都不想要 我会选择 你有什么想问的 如果我知道 我都会告诉你 从无尽时期 我的命运 就是让别人主导 我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 我从来就不想当神特工 我也不想杀人 我只想跟我喜欢的人 在一起过平凡的生活 但是现在 就成了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生活 我可以接受命运的安排 但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 你们明明什么都知道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谁 我为谁而战 我为谁而死 你身为家族神明而战 我没有身为家族 我从世纪中就是个孤王 没有人管的孤儿 我陪我 Ό 我没有父母 你知道 义父为什么肯定一些管养吗 因为她在抓捕牧羊人的前一晚 出去见了一个人 但他始终没有说出 这个人是谁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说吗 因为他是你的亲生父亲 你是他的女儿 母风也知道了吗 我不确定 应该吧 他可能一时还接受不了 需要点时间 他的身份已经暴露 现在的处境 比他之前更加危险 我的确不是个合格的父亲 对吗 您已经尽力 做到您能做的了 你感觉到他会回来的 今天晚上你们两个立刻动身 赶往昆明 你们的任务 是保障这次重庆政府 和美国会谈的顺利进行 您确定是保障 不是阻止 确定 而且还要保护 美方会谈代表的安全 为什么 我很难理解 日本人会千方百计 破坏这次会谈 具体的行动指挥 就是上官 日本人想破坏中美关系 切断美国给中国的军事援助 如果让他们得逞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时间 就会延长 就会延长 可是如果会谈成功 国民党会拿到大笔军费 等日本人投降以后 蒋介石会把这笔巨额军费 用于内战 到时候 现在是中国抗日战争的 关键时刻 是中华民族 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不是我们中国人内部的矛盾 可是不管怎么讲 我们去保障 会议正常进行 就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我们不是帮某个人 是帮我们自己的国家 救我们的百姓 这是民族大义 你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现在首要的人物 就是把日本侵略者 尽快赶出中国 是 是 他回来吗 他回来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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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我只是希望和你在一起 这不也是你希望的吗 不是 跟你在一起过简单平凡的生活 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可是这一次 我 上天让我在爱情和亲亲面前做选择 我给不出完美的答案 因为我无论选择哪一方 都会背叛另一方 背叛与成全 只是角度问题 如果看作是民族大义和个人情感之间的选择 或许痛苦 或许痛苦 会减轻一点 我还能抱抱你吗 我还能抱抱你吗 是的 我还能抱抱你吗 伤快有点困难 你多保重 对不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次在审讯室 我告诉你们 我看到了轻易的深影 后来被他逃走了 追到黑暗处 当时我确实没有看到他的真面目 但是我怀疑一个人 所以我快速地返回了楼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您用雷达车上的电话 向墨西河传递地改变会弹地址的情报 你就是共产党的卧底 清衣 日本人想千方百计地抓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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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说 从法币模板说起吧 当时你已经拿到两块模板 为什么迟迟不肯交给我 阻止模板落入日本人手中 避免郭同区的百姓遭殃 是我当时的任务 还有 当初 庆祝幽灵行动失败 我要解散藤米族 你为什么千方百计地阻止我 你的特密组 解散了 共产党一直在用尽手段摧毁特密组 而军组 为了保护其存在价值 也处心积虑地在削弱特密组 那你为什么还要成全他们 没有特密组 我可以再组建别的特工组织 因为当时特密组的有生力量 依然存在 我需要彻底摧毁特密组 不仅如此吧 你当时还要灭掉 军统的幽灵组织 我可以死 你打死我反倒证明了 我们的无能 我能够彻底摧毁幽灵组织 而且现在就有一个绝佳章 是吗 把我变成幽灵 真正的幽灵 所以 你就借我的手 让特密组和幽灵 拼了个你死我我两败俱伤 你们中共左手羽翁之力 这就是你轻衣卧底七十六号的人物吧 上次审讯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供处 刚刚 德国人宣布无条件投降 希特的自杀了 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 所以 所以任主人想给自己留条退路 请不吝点赞 你回来得刚好 开始吧 如果贵党有用得到我的地方 我一定肝脑涂地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还经沈兄看在咱们一起共事多年的情分上帮我一把 兄弟感激不尽 来世定用权相报 来世相报太咬牙了 如果任主任能有精神感激 那接下来就要看你的诚意 是否能够将功帝国 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先说说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吧 闪关被释放当天你就见了顾政 什么都瞒不过沈处长 古镇要借山官的手 刺杀美方桂坛代表 里面角落 吴干这么前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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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求我死了 君不愧放过山光 放心 你死不了 我没跟任何人提过你的事 你死不了 吃水 你死不了 啃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能回来我很高兴 我知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很艰难 也很痛苦 你故意让我看到这张照片 然后让哥哥给我解开一段 绕得这么大一圈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 因为我知道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母 你觉得亏欠我 不仅仅是亏欠你 也亏欠你的母亲 但在实名和亲情面前 我真的是无能为力 我只能选择谴责 我母亲在哪儿 我应该说 你偏要多一圈 你偏要每一圈 我尽快要迷迫你 我尽快要迷迫你 我尽快要迷迫你